民眾大喊 市長好 韓國瑜一現身 馬上被現場熱情韓粉包圍 韓國瑜一路親民的握手 好不容易走到滷肉飯店門口 沈玉琳也驚呼真是人山人海 剛剛你進場了 好像我在引起新娘 荒謬大師 沈玉琳再次找韓國瑜 在高雄吃滷肉飯錄影 但現場被韓粉擠爆 準備開始受訪時 沈玉琳 韓國瑜和 沈玉女超人許淑華三人被擠到 幾乎黏在一起 沈玉琳在韓總 堅強的被綁後面 韓國瑜特別選在這間滷肉飯 也是不忘初衷 因為這一家是我來高雄 第一家吃的八壽本 味道非常的好 所以說沈玉琳找我 我就立刻就想到這一家 後悔了吧 你看這樣怎麼錄影 沈玉琳綜藝感十足 不忘自誇還開韓國瑜玩笑 因為沈玉琳 民族節目主持人 嘉義彭于晏 在我們高雄 在全省都受到很大的歡迎 大家都非常喜愛他 那他今天特別提出來 希望跟許淑華立委 還有韓國瑜 一起再來吃一碗滷肉飯 所以我們就安排 韓總講錯了 我只說我想跟韓兵 小小店面被塞爆 人實在太多 一行人短暫停留15分鐘後 又向一陣旋風轉移陣地 改到國民黨高雄市黨部錄影 錄完後 韓國瑜更是直接在盡頭前 大吃滷肉飯 聊到節目環節 默契大考驗 更是笑導現場媒體 這是一些生活習慣的 把它變成一個小小的猜題 考驗一下 婦女之間的默契 答案沒有說百分百相同 不過我想那個都是無傷大眼 他跟韓兵的默契不好 反而我跟許惟遠的默契最好 沈玉琳還曝露節目內容 大唱英文版雙人枕頭 Double pillow without you I feel lonely 台語版的唱唱非常好 音質非常好 但是英文大概不及格 可以啦 韓國瑜和沈玉琳 兩人幽默搞笑互動 四度合體 也讓人見識到荒謬大師 和韓總擦出的精彩火花 記者李情人介入報導